这个古代墓碑逐渐透出淡蓝色的光 随着女人念出上面的咒语 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男人 在闪电的簇拥下从天而降 雇佣兵剑状纷纷围了上去 一个士兵小心地靠近这个男人 没等他开口就被男人单手举起 指尖迸发的闪电瞬间就将士兵化为灰烬 周围的雇佣兵将男人视为巨大的威胁 对着他猛烈开火 壳子弹射在他身上就像电焊一样 根本伤不了他分毫 他开始瞬间移动在敌人之间穿梭 阿尔法突袭斩杀掉一个又一个敌人 火箭筒的轰炸使得周围的山体开始塌前 正当一块巨石即将砸向女人时 男人一发闪电击碎巨石 秀了女人 随即开天辟日 终于得见他的真实面容 正是DC的超级反英雄黑亚当 他是5000年前有坎达克的一名奴隶变身而来 发出奇异号角的男孩被巫师协会所看中 从刽子手底下救出了他 并赐予他埃及众神之力 具有疏的耐力 荷鲁斯的速度 阿蒙的力量 托特的智慧 阿顿的神力 以及脉寒的勇气 拥有杀赞之力的黑亚当 去与靠着沙巴克王冠化身恶魔的坎达克暴军战斗 结局是暴军战败 黑亚当从此消失无踪 直到安娜和他的小队根据记载探寻到了沙巴克王冠 并在入侵者国际帮的威胁下 念出了召唤黑亚当的咒语 而这些致缘而来的敌人 刚好被起床气很重的黑亚当拿来活动一下手脚 搞定之后 他追上带有王冠的阿娜等人 黑亚当被一名幸存的士兵用炮弹击中 因为炮弹中融入了永恒金属 刀枪不入的黑亚当腰部竟被炸开一个口子 没飞出去多远就昏迷坠点 当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满是超级英雄海报的房间 那正是女人儿子的房间 原来是刚才的几人把他带回了家 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 安娜是为了拯救现在的坎达克才唤醒了黑亚当 五千年前他消失后 坎达克仍然没有恢复自由 现在仍被国际雇佣兵所占领 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们希望黑亚当能帮助恢复自由 然而黑亚当对此毫不感兴趣 甚至提出让女人儿子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而黑亚当对于自己身处的世界有所好奇 就这样在坎达克的大街上 光天化日无照飞行 引得路人纷纷围观这活着的传说 随即被一座与自己很相似的雕像给吸引住 原来那是五千年前人们为了纪念他而建立的 人民也惯以他一个自由解放者的称号捍卫者 赤迷超级英雄的男孩 希望通过他们象征自由的图腾 换来空中的黑亚当 但却提前一步引来了巡逻的国际帮成员 母亲急忙上前阻拦 但很快被对方认出是偷王冠的人 在这紧急时刻 黑亚当不得不出手了 他摆出荒野大镖克的预备姿势 瞬间美事居合 鸟杀几人 黑亚当也决定帮助他们 然而就在他准备干掉两名雇佣兵时 一艘高科技飞船出现在他身后 里面正是传说中的正义协会 美曼史上第一个超级英雄团队 致力于维护地球和平 只不过现在影响力与知名度大不如正义联盟就对了 他们的超能力也是不尽相同 有可以掌控气流的飓风影 还有可以巨大化的二代原子粉碎者 和隔壁漫威家猎鹰很像的鹰侠 以及纸面战力最强的命运博士 除了有各种魔法外 还能通过内部头盔去预知未来 看见黑亚当将两个雇佣兵扔了下去 有着不杀原则的鹰侠瞬间变身救起了那两人 这原则怎么和自家的蝙蝠侠老爷一样呢 几人简单确认过眼神后 是遇上了对的人 双方在城市里大打出手 拼尽全力 却始终奈何不了黑亚当 他在人们心中地位崇高 被誉为救世主 所以他们的行为很快引起人们的抗议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亚当离去 其实正义协会这样做 是因为他们知道黑亚当的真实身份并非救世主 原来五千年前黑亚当获得的力量过于强大 最终无法控制 因此无视协会觉得有被当时的初衷 为了防止黑亚当制造更大的灾难 他们不得不释放强大的魔法 将黑亚当封印起来 所以安娜当时解放的不是他的坟墓 而是牢笼 不久后正义协会再次平和地找到他 希望他能乖乖地和他们回去 这暴脾气的黑亚当怎么能听他们的话 结果双方又再次发生激烈争吵 这时安娜接到了儿子打来的求救电话 国际帮已经找上了家门寻找王冠 在安娜的苦苦哀求下 黑亚当立刻起飞去救人 正义协会的人也加入了这场救援行动 然而当他们赶到时 男孩并不是在这帮空中飞行的人车上 黑亚当愤怒之下 毫不留情地将这几个部下痛打一顿 然后将他们带到高空 逼问男孩的下落 在生死存亡的考验下 终于说出了男孩的位置 黑亚当也准备就绪前去大开杀戒 但英霞却毫不示弱地拦住他 他认为真正的英雄是不会乱杀人的 而黑亚当坚持认为如果不及时解决坏人 就会有更多人受到伤害 两人再一次因为理念不同 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把男孩房间里的超英手办给摧毁一空 在打斗之间 他们意外发现了 被男孩藏在木板后面的沙巴克王冠 于是带回飞船进行研究 在王冠内部刻着一句话 生乃像死之路 这其中究竟蕴含着什么含义 几人也来不及深思 但眼下最紧迫的任务是救出男孩 因此黑亚当和正义协会达成了临时合作 他们一同前往沙漠寻找国际帮的基地 接下来亚当凭着强大的力量 硬生生砸出一条通往男孩的道路 但却被永恒金属护照给阻挡了去路 举枪的人正是国际帮的老大 他用男孩的生命来威胁几人交出王冠 安娜为了救儿子 毅然决定拿出王冠 但英霞再次毫不犹豫地阻止了他 黑亚当及时插手挡在前面 就在他拿到王冠后 男人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原来他正是五千年前那个暴君的后裔 也是世上唯一能驾驭王冠的人 男人为了报复黑亚当 想要杀死男孩 然而就在他开枪的瞬间 故意打开了防护罩 黑亚当以惊人的速度飞过去 成功完结了空中的子弹 同时黑亚当体内的杀赞之力也失控 强大的力量瞬间爆发 超英们急忙护住一旁的人 整个基地瞬间化为一片废墟 安娜的儿子受了一些轻微的伤 而男人则被烧成了焦炭 看着远处捍卫者雕像的黑亚当 对英霞说出了古线未曾记载的秘密 原来他并非雕像的致敬者 那人其实是他的儿子 五千年前是自己的儿子向暴君发起挑战 获得众神之力的儿子 开始在坎达克城内进行一波又一波的战斗 而暴君将矛头对准了他最亲近的人 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 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 儿子将自己的能力传给了父亲 但自己却被赶来的士兵给乱箭射死 从此以后复仇的怒火催生出了黑亚当 之后的事则如之前所说的那样 他意识到自己力量只会伤害到身边无辜的人 于是不站而想 喊出了杀赞咒语 变回普通的凡人 觉得坎达克的危机已经解除 不再需要自己 就听从正义协会的安排 被关押在了海底监狱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安娜等人在飞船上破解了王冠上的名文 应该将他反过来赌 死乃相生之路 原来国际帮头目故意绑架南海 引黑亚当来杀他 这样他就能变成强大邪恶的恶魔沙巴克 重新夺回属于他血脉的坎达克王位 可正义协会的众人轮番上阵 使尽浑身解数都不是这股地域力量的对手 而命运博士早就通过头盔预知了这一灾难 为了保护自己的挚有影响 他释放出结界 自己一人去单挑沙巴克拖延时间 随着命运博士的千里传音 唤醒了牢笼中的黑亚当 但他的能力与恶魔实在悬殊 沙巴克随即一拳就击穿了命运博士的身体 化为了一缕沉烟 队友也姗姗来迟 目睹了同伴悲壮的牺牲 接下来沙巴克成功登上王位 召唤出来自地狱的恶魔军团 世界末日即将降临 仅剩下的三位超级英雄想要阻止 但他们已经完全不是恶魔的对手 此刻人们纷纷举起双手 用象征自由的图腾祈求奇迹的出现 就在捍卫者石像倒下的那一刻 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 正邪之战也将一触即发 然而亚当不敌沙巴克 很快就陷入了下风 就在这时英霞从后面突然出现 刺穿恶魔的身体 然而恶魔反手将英霞抓住并刺向他 正当以为又一位英雄陨落实 沙巴克的身后出现了一群英霞 原来这是命运博士头盔制造的分身 随后分身们将沙巴克死死安在在王座上 这样的力量下 黑亚当成功将沙巴克撕成了两半 终结了这场战斗 坎达克也在人民的欢呼声下 迎来了久违了自由与和平 黑亚当也在众目睽睽下打碎了王座 他不应该成为人民的领导者 而是人民的英雄 电影结尾的彩蛋更是请来了超人 这可能也是亨利卡维尔最后一次 以超人身份露面了